中国十种常吃鱼 在中国 人们非常喜欢吃鱼 尤其是在重要的节日和庆祝活动中 以下是中国常见的十种常吃的鱼 鲤鱼 鲤鱼是中国最常见的鱼类之一 被认为是吉祥和幸运的象征 它通常被烹饪成红烧或清蒸 黄鳝 黄鳝是中国南方地区非常受欢迎的鱼类之一 它具有细嫩的肉质和独特的口感 常用来制作糖醋黄鳝或红烧黄鳝 鲑鱼 鲑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之一 尤其在江南地区很受欢迎 它的肉质鲜嫩 适合清蒸或红烧 草鱼 草鱼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常见的淡水鱼之一 它的肉质鲜美 适合红烧或糖醋烹饪 黑鱼 黑鱼是中国南方地区非常受欢迎的鱼类之一 尤其在广东菜中常见 它的肉质鲜嫩 适合清蒸或红烧 鲁鱼 鲁鱼是中国海鱼中最常见的一种 它的肉质鲜美 适合清蒸或红烧 龙虎斑 龙虎斑是一种热带海鱼 是中国南方地区非常受欢迎的鱼类之一 它的肉质鲜嫩 适合清蒸或红烧 鲌鱼 鲌鱼是中国南方地区非常受欢迎的鱼类之一 它的肉质细嫩 适合红烧或清蒸 鲌鱼 鲌鱼是中国常见的海鱼之一 被广泛用于制作鲌鱼水饺或红烧鲌鱼 雍鱼 雍鱼是中国南方地区非常受欢迎的淡水鱼之一 它的肉质鲜美 适合红烧或糖醋烹饪 这只是中国常见的一些常吃的鱼类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鱼 在不同地区也非常受欢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